2月12日,袁佣怡、薛凯奇一同出席了香港华光功德会新一集点滴式生命分享会 以实际行动关爱贫苦家庭 现场播映早前袁佣怡探访贫苦孩童时的视频 袁佣怡现场在看时依然数度落泪 事后她表示,每次跟随华光功德会前往探访都会有很多感触和伤痛 她也呼吁大家多多伸出援手帮助这些家庭 我的工作呢,除了就是继续当他们的顾问以外呢 就是有哪一个艺人突然间没空呢,我就会出现的时候 我也希望其他的,不管是香港或是台湾内地的艺人 可以多一点参加这个华光功德会的那个点滴式生命这个活动 菲娥娜表示,至今仍未有机会亲自探望 活动上,她为这次活动设计T恤做衣卖 而情人节将至,薛凯奇子表示,已经安排好当天的活动 公司很好,知道我没几人就安排了一些的工作给我做 比如说会唱歌,然后晚上就每次做 那所以,那一天有一些朋友都是单身的 就问要不要愿意吃饭 就好像一个单身的single party 可以了 可以了 感谢观看